太史公说,我每次读余书,看到描述君臣相互告诫,因此天下稍微得到安定,然而左右的辅佐之臣不够显良,所有的事业都毁坏的记载时,没有一次不感动的落泪。 周承王做周颂,推究自己所受的创伤,为国家所遭遇的祸难而感到悲哀。 怎可说他不是小心谨慎,善是善终的帝王呢?君子不因为穷困而修养道德,智德一满就背弃离异。 应该在安逸的时候想到当初创业的艰难,在安定的时候想到创始时的艰难,沐浴在富裕之中应该歌颂勤奋的品质。 不是具有崇高道德的人谁能像这样啊?书上说统治安定大功告成,礼乐制度于是产生。 天下为人之道越深奥,帝王的品德越崇高,他所认为欢乐的事情就越不同于常人。 水满了却不减少就会流出来,时机成熟了而不能把握就会跌倒。 大凡创作音乐的原因是为了节制欢乐。 君子把谦虚退让视为礼节,把削减欲望视为乐事,音乐产生的意义大概就像这样。 由于地域不同,人的性情习俗也不同,所以广博地采集各地民风习俗,与声律相协调,用来弥补部族和一风一俗,帮助推行政令与教化。 天子亲自在明堂观看乐舞,可以使民众洗清内心的邪恶与误会,调和饱满无缺的人性,用来整齿其性情。 所以说亚颂的音乐奏起,民众就会持手正当,高亢嘹亮的音乐演奏起来,暂时就会振奋精神。 郑国,魏国的谜谜之音响起,人们就一乱情迷了,等到音调和谐以后演奏,飞鸟走兽也都会为之动容,更何况是心怀无常,明辨爱憎的人了,这就是自然之事吧。 治国之道匮乏,郑国吟邪的音乐就流行起来,封国之军,世袭之主,在临近周郡名声显扬,却争着欣赏互比高低。 自从孔子无法与齐国排忧在鲁国并存,即使引退后整理雅正的音乐来又导世人,创作武章来击次时政,还是没有办法感化世人。 慢慢地到了六国时代,人们随波逐流而沉沉于义乐,于是一去不回头了。 最后自身败亡,宗庙被毁,国家被秦国吞并了。 秦二世更是把音乐当成娱乐,丞相李斯觐见说,放弃诗,书,把心思花在享受声色上。 这正是古代贤臣祖裔担心的事情,忽视细小过错的积累,在漫漫长夜里放纵心意,这正是暴君咒亡灭亡的原因。 赵高说,武帝和夏、商、州的开国之军各自崇尚不同的音乐,用来表示礼法不相承喜。 上自朝廷、夏制人民,能够相处的见面是欢欣喜悦,相处的情意深厚。 除了这种音乐,就不能使和谐愉悦的感情得以沟通,也不能使上级不失的恩泽得以流行。 这也都是各自时代所具有的风尚,王者会根据时代的不同来选择音乐。 为什么一定要有华山的路尔宝马,然后才去走远路呢? 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对,高祖路过故乡沛县时做了三喉之章的诗歌,让小孩学着唱。 高祖逝世时,朝廷命令沛县一年四季都要在祭祀宗庙时以此诗为歌舞乐曲。 孝会帝、孝文帝、孝景帝在位时都没有任何增加和更改,在乐府里也只是像往常一样演练罢了。 到当今皇上即位以后,做《交四歌十九章》,让世中李延年按次序谱曲,任命他为邪律都尉。 仅通晓一部经书的学者不能独自解释诗歌的含义,朝廷把通晓五经的学者全部召集起来。 相互研究、诵读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其中大多是出自尔雅的文字。 汉朝通常在正月上旬新日在甘泉宫祭祀太医之神,从黄昏时分起在夜间开始祭祀,到天亮以后结束。 祭祀的时候经常有流星划过祭坛的上空,安排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唱歌。 春天唱青阳,夏天唱朱鸣,秋天唱西浩,冬天唱玄鸣。 这些诗歌世间多有,所以不在这里讨论。 皇上曾在沃哇水中捕获一匹神马,又配取为太医之歌。 歌词说,太医神的恩赐啊,天马降临人间,身上沾满红色的汗啊,嘴里流出褐色的唾沫。 从容池城啊,一跃过万里,现在什么能与之匹敌啊,龙氏他的朋友后来征伐大碗得到了千里马,马名叫蒲梢,配取成为歌。 歌词说,天马来啊,从遥远的西方,经历万里啊,归顺有德的皇帝。 承蒙神威啊,降伏外国,跨越流沙啊,四方蛮夷兵服中尉吉岸觐见说,大凡称王的人创作音乐,对上用来继承祖宗的恩赌,对下用来教化亿万臣民。 现在陛下得到几匹马,做事用来歌唱,并且用于宗庙祭祀,先帝和百姓怎么能理解这种音乐呢? 皇上沉默不高兴,丞相公孙宏说,吉岸诽谤皇上的作品,应当处以灭族之行大凡称律的产生,来自于人心的变动。 人心的变动是外物造成的。 人心有感余物而变动,所以形成声音。 声音相互呼应,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一定的规律,就叫音律。 编排音律用来娱乐,再借助武器,旗帜来表演,就叫音乐。 音乐是由音律生成的,它的根源在于人心有感余物。 所以被误所感而生哀痛心情时,其声急促而且迅速减弱。 心生欢乐时,其声舒慢而宽缓。 心生喜悦时,其声发扬而且清散。 心生愤怒时,其声粗猛严厉。 心生敬意时,其声正直清亮。 心生爱意时,其声柔和动听。 这六种声音并不发自人的本性,而是内心有感于误后产生的。 因此古代圣王对外物的影响格外慎重。 所以,礼仪用来引导人们的秩序,音乐用来调和人们的声音。 政令用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刑罚用来防范人们的奸邪。 礼仪、音乐、刑罚、政令,它们的终极目标是一样的, 都是用来统一民众的思想,从而实现天下大致。 大凡音律是从人的内心中产生的。 感情在内心震荡,因此形成声音。 声音符合一定的韵律就叫音律。 所以太平知识的音乐充满了安逸和快乐,其政治和谐。 动荡知识的音乐充满了怨恨和愤怒,其政治混乱。 江王之国的音乐充满了悲哀和忧愁,其民众困顿。 声乐音律的道理和政治是相通的。 公声好比君主,商声好比大臣,脚声好比人民,征声好比正事,语声好比器物。 公、商、脚、征与武声不稳乱,就不会出现不和谐的音调。 公声稳乱音律就荒废,那么君主必定骄纵。 商声稳乱音律就血辟,那么大臣必定败坏。 脚声稳乱音律就忧郁,那么人民必定怨恨。 征声稳乱音律就悲哀,那么正是必定繁众,语声稳乱音律就高危,那么财获必定匮乏。 五声全都稳乱,相互交替着占据主旋律,就叫无礼。 像这样的话,国家的灭亡就时日无多了。 郑国、魏国的银邪之音,是动荡知识的音乐,接近于无礼的地步了。 桑间、蒲上的谜谜之音,是将王之国的音乐,其政治涣散,其百姓流亡。 下级欺骗上级,逊私舞弊的行为不可制止。 大凡音律是从人的内心中形成的,音乐与伦理道德是相通的。 烟子只知道听声音而不知道调和音律的是琴寿,只知道听音律而不知道创作音乐的是庶民。 只有君子能通晓音乐。 烟子通过审查声音来理解音律,通过审查音律来理解音乐,通过审查音乐来理解政治,这样治国的方法就完备了。 所以不知道声音的不可以跟他讲音律,不知道音律的不可以跟他讲音乐。 理解音乐就接近于通晓礼仪了,礼仪和音乐都具备,就较有德,人德就是获德。 烟子音乐的龙胜不在于把奏乐的规模发挥到极致,宴响里的龙胜不在于把食物的美味发挥到极致。 演奏轻妙的色,外表是红色的丝弦,底部有两个通气洞,一个人领唱,三个人勇叹,音乐得以流传百事。 大响的礼仪崇尚玄酒,组板上盛放生鱼,肉汤不加五味调料,原味得以流传百事。 所以古代圣王创制礼仪和音乐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的,是要用来教导民众判断善恶的,从而返回为人的正道上来。 人生下来的时候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 内心受到外物刺激而有所震动,这是本性的外在表现。 外物出现而心智感知,然后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就会表现出来。 喜好和厌恶的情感在内心毫无节制,心智就会被外物诱惑,不能回归自己最初的心境。 理性就随之泯灭了,外物对人的感动是没有穷尽的,而人的喜好和厌恶毫无节制。 那么外物出现人就会被同化,人被外物同化就会通过泯灭天理来满足个人欲望。 于是就产生了悖逆和诈尾的念头,也会做出淫迷意悦和犯上作乱的事情。 因此强大的胁迫弱小的,众多的欺凌寡哨的,聪明的诈骗愚昧的,勇猛的摧残怯怯的,生病的人得不到照顾。 老幼孤寡得不到应有的安置,这是导致天下大烂的做法。 所以古代圣王创制李乐,人们因为他而节制欲望。 表达哀思时披麻哭泣是为了节制丧事。 敲打中鼓,挥动盾牌和斧头的舞蹈是为了调和安乐。 婚烟之事和成人仪式上的惯机之礼,是为了区别难民,相设和厌隐之礼,是为了规范社交。 礼仪节制民众的思想,烟乐调和民众的愿望,正令推动李乐的施行,刑罚防止李乐被破坏。 礼仪、烟乐、刑罚,正令四个方面通达而不相抵触,那么王者的治国方略就完备了。 烟乐是为了求同,礼仪是为了求义。 求同人们就会相互亲爱,求义人们就会相互尊敬。 音乐的形式太过就会使人目无尊长,从而随波逐流。 礼仪的形式太过就会使人无情无义,从而众叛亲离。 调和内心情感,修饰外在容貌的做法,是符合礼乐制度的事情。 礼仪和道义确立了,那么高贵和低贱的等级就会明了。 烟乐与曲调和谐了,那么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就会和顺。 喜好和厌恶分明了,那么贤人和庸人就能得以区别。 刑罚禁止暴行,风诀推举贤能,那么政治就会彰显公正。 用仁慈去关爱百姓,用道义来规范百姓,像这样治理民众的方法就得以施行了。 烟乐从人的内心深处产生,礼仪根据人的外在行为创制。 烟乐从内心深处产生,因此展现出宁静之态。 礼仪根据外在行为创制,因此注重形式的表现。 宏大的烟乐必定平易,盛大的礼仪必定简朴。 烟乐的作用达到极致就没有怨恨,礼仪的作用达到极致就没有争斗。 拱手礼让而治理天下的圣人,就是合理运用礼乐的结果。 凶暴的人不作乱,四方诸侯诚心归服,兵器和铠甲不尝试使用,各种刑罚不施行,百姓没有祸患,天子不恼怒。 像这样音乐的作用就达到极致了。 吊和父子的亲情,明辩长幼的秩序,通过这种规范使四海之内人人相互礼尽。 天子若能这样做,那么礼仪就可以推行了。 宏大的音乐与天地相互调和,盛大的礼仪与天地节度相和。 相互调和,因此万物不失去生长的使令。 节度相和,因此得以举行祭祀天地的活动。 明处有礼乐教化,暗中有鬼神护佑,像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会和睦互敬,相亲相爱。 礼仪是用来区分等级,教导人们和睦互敬的。 音乐是用来调和不同的曲调,教导人们相亲相爱的。 礼仪和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是相同的,所以英明的帝王将其相互成细至今。 因此形式与时事相符合,威名与工业相匹配。 因此钟、鼓、管、庆与语、乐、干、漆都是表现音乐的器物。 曲、身、辅、阳语句、散、缓、急的姿势都是表现音乐思想的形式。 辅、轨、阻、斗等礼器以及相关礼乐制度都是表现礼仪内涵的器物。 上下台阶进退有礼,行礼周曲回旋,坦路上一或不坦路上一,都是表现礼仪的形式。 因此了解礼仪和音乐内在情感的人才能创制礼乐,通时礼仪和音乐外在形式的人才能继承传统。 创制礼乐的人叫做圣人,传承礼乐思想的人叫做名者。 圣名之人,指的就是既能创制又能传承的人。 音乐是天地和顺的表现,礼仪是天地秩序的反应。 和顺因此万物得以化育,有序因此万物有所区别。 音乐根据自然界的规律创制而成,礼仪根据人世间的规律创制而成。 礼仪的创制超过限度就会混乱,音乐的创制超过限度就会粗暴。 明白天地的变化,然后才能星座礼仪和音乐。 言论和人论没有霍乱,这就是音乐的内在情感。 兴高采烈相亲相爱,这就是音乐的外在表现。 中和端正没有邪辟,这就是礼仪的内在本质。 庄重崇敬恭敬和顺,这就是礼仪的外在行致。 至于按照礼乐的精神,演奏中庆等金石乐器,超越音律曲调,用于宗庙祭祀,国家庆典,供奉山川,鬼神的形式。 天子与普通百姓是一致的,称王之人成就工业后创制音乐,国家安定后创制礼仪。 工业伟大的音乐就完备,政绩彰显的礼仪就全面。 拿着盾牌,斧头来跳舞,不是完备的音乐。 拿着煮熟的食品来祭祀,也不是通达的礼仪。 五帝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承袭上一代的音乐。 夏、商、周三代的帝王也生活在不同社会,不承袭上一代的礼仪。 音乐太极端就会产生优患,礼仪太粗略就会出现偏差。 音乐敦厚就不会产生优患,礼仪完备就不会出现偏差。 岂不是只有伟大的圣人才能做到吗? 苍天在上,大地在下,世间万物聚散离合。 礼仪制度得以通行,天道运行布置,万民齐心协力接受教化,音乐得以星座。 春天耕作,夏天生长,这是天地仁爱的表现。 秋天收获,冬天筑藏,这是天地道义的表现。 仁爱接近于音乐,道义接近于礼仪。 音乐敦厚和谐,遵循神灵并且顺从上天。 礼仪区别等级,敬奉祖先并且顺从大地。 因此,圣人创制音乐与上天相应,创制礼仪与大地相配。 礼仪和烟月明晰而完备,天地万物就能各司其职了。 苍天尊贵而大地卑贱,君主与大臣的关系也就因此确定了。 高与低的关系已经明了,贵与贱的位置也就确定了。 洞与敬遵循一定的规律,大与小自有不同了。 同类的事物聚集在一起,不同的事物根据种类加以区分, 那么他们的命运也就各不相同了。 在天上出现征兆,在地下构成形体。 如此说,礼仪就是天地差别的表现。 大地的氢气上升,天空的浊气下降, 阴阳二气相互摩擦,天地之间相互震荡。 用雷霆来鼓动,用风雨来浸润, 用四季来运行,用日月来温暖。 于是万物在此化于星座,如此说, 音乐就是天地和谐的表现。 天地化于不合时令,那么万物就不会生长。 男女之间没有区别,那么伦理就混乱不堪。 这是天与地的真实情况。 至于礼乐,上达于天而下阶于地, 运行于阴阳而通达于鬼神。 身处极高极远的地方,就能窥测事物的身后, 音乐产生于上天而礼仪形成于大地。 生而不停息者是天,生而不动者是地。 二者一动一径,是天地之间万物的本性。 所以圣人常说礼仪如何,音乐如何。 从前,顺帝制作了五弦琴, 用来演唱南风之歌。 月官奎开始创作音乐,用来供诸侯欣赏。 因此,天子创制音乐,用来赏赐诸侯中具有道德的人。 道德高尚就受尊崇,五股按时生长成熟, 然后用音乐供他欣赏。 所以他们统治民众使人劳苦,表演舞蹈的人数就少, 排列队伍的距离就远。 他们统治民众使人安逸,表演舞蹈的人数就多, 排列的队伍距离就近。 因此观察这些舞蹈就知道诸侯的道德水准了, 听到嗜好就知道他们生前的行为了。 乐舞大张就是彰显明德的意思, 弦池就是广施恩德的意思, 勺就是传承美德的意思, 下就是发扬光大的意思, 商周两代的音乐也大多如此。 天地运行的规律, 寒暑不暗时就会爆发异病, 风雨无节制就会发生饥荒, 教化就是民众的寒暑, 教化不暗时就会伤风败俗, 劳逸就是民众的风雨, 劳逸无节制就会一事无成。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古代圣王创制音乐, 用来作为制化的象征, 好的乐舞, 其五行的长短就象征着制化之德的大小。 养猪造酒不是用来制造祸害的, 然而诉讼的案子越发繁多, 那就是酒的普及衍生的祸事。 因此古代圣王根据这种情况创制了饮酒的礼仪, 献一次酒的礼仪, 宾客和主人都要进行多次跪拜, 这样整天饮酒也不会喝醉了。 这是古代圣王用来防备饮酒闹事的办法, 所以饮酒吃肉是用来连欢的, 音乐是用来表现美德的, 礼仪是用来禁绝饮邪的。 所以古代圣王有死丧大事一定有相应的礼仪来表达哀思, 有祭祀等祈福喜庆之事一定有相应的礼仪来表达欣喜。 哀思和欣喜的程度都以礼的规定为准, 音乐的性质是诗语, 礼仪的性质是回报, 音乐用来表达心中的快乐, 礼仪要追反其实祖的功绩加以祭祀, 音乐彰显美德, 礼仪要反映自身得民心的情况并追思其原因。 人们所说的大路车是天子乘坐的车, 车上装饰着坠有九条流苏的龙旗是天子专有的旌旗, 有青黑色的虚然的宝贵是天子占卜的宝贵, 跟从在后面的成群牛羊是天子回赠诸侯的礼物。 音乐所歌颂的是人情中永恒不变的感情, 礼仪所表现的是世事中不可一意的道理, 音乐统一人的情感, 礼仪区别人的等级, 礼仪与音乐相合可以说是贯穿了人情的始终, 身的本源又能随时而变, 是音乐的实际情况, 显现真诚品德并去除虚伪的成分, 是礼仪的日常法则。 礼仪和音乐顺应天地的真诚, 通达神明的恩德, 感召天上地下的神灵, 从而凝聚大小事物的主体, 统领父子君臣礼仪的大姐。 所以居高位者推广礼仪和音乐的教化, 那么天地之间就会彰显他的明德。 天地欣然交合, 阴阳相得益彰, 像慈母一样何须地养育万物, 然后草木就会生长茂盛, 种子发芽, 飞鸟振翅, 走兽繁衍生息, 蛰伏之虫复苏而出, 鸟类孵化, 兽类孕育, 胎生的不至于胎死腹中, 卵生的不至于卵破淡毁, 那么音乐教化的意义就归结于此。 音乐不是指的黄中大吕和弦歌舞蹈, 这些只是音乐的细致末节, 所以只用同扑去表演, 布置沿袭, 陈设酒气, 排列十句, 按照地位的升降行礼作义, 这些只是礼仪的细致末节, 所以自有相关部门去主管, 乐诗能分辨歌声歌词, 所以面向北方弹琴, 宗著能分辨宗庙的礼仪, 所以跟在诗的后面, 商著能分辨下葬的礼仪, 所以跟在丧主的后面, 因此道德有所成而能居高位, 记忆有所成却只能居卑位, 建功立业者在先, 操办琐事者在后, 所以古代圣王规定上下有别, 先后有序, 然后可以在天下搬行礼乐制度, 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事物, 同时还可以劝民心向善, 他感化众人深入内心, 可以一风一俗, 所以古代圣王以此彰显教化, 人具有血气心智的本性, 然而却没有不便喜怒哀乐的常情, 本性受到外物刺激而波动, 然后心思就因此而成行了, 所以若情智衰微, 内心焦虑的音乐星座, 民众就会思绪忧愁, 安闲舒缓, 繁复有节的音乐星座, 民众就会健康快乐, 粗广豪放, 激昂振奋的音乐星座, 民众就会刚强坚毅, 廉正耿直, 庄严真挚的音乐星座, 民众就会严肃恭敬, 宽宏圆润, 流畅和谐的音乐星座, 民众就会仁慈有爱, 放荡邪屁, 散漫混乱的音乐星座, 民众就会言乱不羁, 因此古代圣王以民众的性情为根本, 考察世间的准则和道理, 创制礼仪和道义, 调和阴阳二气, 延导五行运转, 使其阳气不散失, 阴气不闭塞, 刚气不恼怒, 柔气不惊恐, 四种气息在内部交融并在外部发作, 都按着各自位置运行而不相侵夺, 然后把制成的这种勒利于学观等机构, 使向教授扩大它的节奏, 减省它的文采, 以高尚的道德为准声, 区分大小乐器的名称, 排列烟绿中始的顺序, 用来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 使亲书、贵贱、长幼、 男女等人伦关系都以音乐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以说音乐的观赏在于其深刻内涵了, 土地被破坏, 那么草木就无法生长, 水域被搅扰, 那么鱼鳖就无法长大, 气息衰减, 那么生物就无法繁育, 社会动荡, 那么礼仪就会废弃, 而且音乐也会流于隐敏, 因此这种乐声哀伤而不端庄, 义乐而不安定, 散漫轻飘, 冒犯礼节, 流连沉眠, 忘却根本, 宽广就有可能容纳尖尾, 狭隘就有可能贪图利欲, 感染了急促而不顺的气息, 并泯灭了平静而和谐的德性, 所以君子轻视这种音乐, 大凡奸邪的声音感染了人心, 背逆的气息就与它相应, 背逆的气息形成气候, 闫迷的音乐就兴起了, 正义的声音感染了人心, 和顺的气息就与它相应, 和顺的气息形成气候, 和谐的音乐就兴起了, 领唱与附和前后呼应, 中间善了各安其分, 世间万物的道理根据类别相互感化, 因此君子回归本性来调和自己的心智, 效法善类来成就自己的行为, 奸邪之声和杂乱之色不在耳朵和眼睛里存留, 吟迷之乐和废池之理不与心术相接触, 散脉邪屁之气不在身体内停滞, 是自己的耳目、鼻口心智以及各部分机体 都与和顺正直相应, 用来施行道义, 然后用声音抒发出来, 用琴色表现出来, 用盾牌, 辅乐协调其动作, 用羽毛, 牛尾装饰其仪容, 用削管伴奏, 振奋崇高道德的光辉, 振动烟阳刚柔的和顺之气, 用来彰显世间万物的真理, 所以音乐的清明象征着苍天, 音乐的广大象征着大地, 音绿的中史象征着四季, 曲调的回旋象征着风雨, 五种颜色构成图纹却不显得杂乱, 八种民歌顺从音绿却不显得低俗, 百刻时间各有定数而遵循常理, 轻重知识相辅相成, 五行运转循环往复, 领唱腹荷轻烛分明, 烟绿交替形成常规, 所以高雅的音乐流行, 人伦刚常就澄清了, 耳朵听得清楚, 眼睛看得真切, 血脉平稳, 气息调和, 一风一俗, 天下安宁, 所以说音乐就是快乐, 君子为自己能够实践理想感到快乐, 小人为自己能够获得利益感到快乐, 用理想节制利益, 那么就会快乐而不淫乱, 用利益忘却理想, 那么就会迷惑而不快乐, 所以君子回归本性来调和自己的心智, 推广音乐来成就教化, 音乐流行而使民众向往端正之途, 这样就可以观察人们的道德, 道德是人性的出发点, 音乐是德性的闪光点, 金石私足乐器是演奏音乐的器材, 诗章是用来抒发人们情感的, 歌唱是用来勇叹人们心声的, 舞蹈是用来感染人们表情的, 情感、心声、表情三个方面都根植于人的内心, 然后由诗、歌、舞表现出来, 所以情感深厚就会文采彰显, 气息强盛就会教化神明, 乐声调和顺畅聚集在内心, 曲调艳丽华美就会散发在外表, 只有音乐不可以弄虚作假, 音乐是人们内心受到震动而产生的, 声音是音乐的表象, 曲折变化等文采, 强弱停顿等节奏是声音的文士, 君子之心被作为外舞之的这个本源所感动, 又为他的外部形象声而欢乐, 然后下功夫对声加以文士, 这就产生了乐。 所以舞乐首先击鼓表示警戒, 跳舞时先走三步用来表示开始发咒, 重复开始部分用来显示往日征伐的情景, 鼓臂整翅队形, 鸣脑而退, 动作迅捷但坚定不移, 乐声深忧但清晰明亮。 可见舞乐作者对伐咒的质疑独乐于心, 不厌弃实现此质疑的道德方法, 他将这些道德方法全都做到了, 不贪图自己的私欲, 因此情感显现而道义得以确立, 奏乐完毕而道德受到尊宠, 君子借此乐善好施, 小人借此改过自新, 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方法, 音乐是非常重要的, 君子说, 礼仪和音乐不能离开自身片刻, 致力于学习音乐来培养心性, 那么平易、正直、慈爱、 呈现的思想产生, 平易、正直、慈爱、 呈现的思想产生就会快乐, 快乐就会安宁, 安宁就会长久, 长久就会敬天, 敬天就会尊神, 上天不说话但是讲诚信, 神灵不震怒但是有威严, 致力于学习音乐是用来培养心性的, 致力于学习礼仪是用来约束行为的, 约束行为就会庄重恭敬, 庄重恭敬就会严肃威仪, 内心稍有不和顺不快乐, 卑鄙欺诈的思想就会侵入了, 外表稍有不庄重不恭敬, 散漫轻浮的思想就会侵入了, 所以烟乐是在内心中感化人的, 礼仪是在外表上感化人的, 烟乐的最高境界是和谐, 礼仪的最高境界是顺畅, 内心和谐而外表顺畅, 那么民众看到官长的脸色就不跟他争斗, 看见上级的容貌就不会生怠慢之心, 烟乐产生的道德的光辉在内心感化人, 民众没有不接受和听从的, 离产生的道义的真理在外表感化人, 民众没有不接受和顺服的, 所以说懂得礼仪和音乐的道理, 举用并施行于全天下, 就没有什么是难以做到的了, 音乐是在内心中感化人, 礼仪是在外表上感化人, 所以礼仪的主旨是谦让, 音乐的主旨是满足, 礼仪谦让而积极进取, 把进取当作外在表现, 音乐满足而反复掉头, 把反复当作外在表现, 礼仪谦让而不积极进取, 就会销毁殆尽, 音乐满足而不反复掉头, 就会放荡不羁, 所以礼仪有往来而音乐有反复, 礼仪得到往来回报就会快乐, 音乐得到反复掉头就会安宁, 礼仪的往来回报, 音乐的反复掉头, 其中的意义是一致的, 音乐的作用就是使人快乐, 是人之常情中不能缺少的, 快乐就一定会通过声音来抒发, 表现在运动和静止这两方面, 这是人道知必然, 声响, 音律, 运动, 静止, 性情与心术上的变化, 全都在这里了, 所以人不能缺少快乐, 快乐不能缺少外在表现, 外在表现不遵循规律, 没有不产生霍乱的, 古代圣王厌恶这些霍乱之事, 所以创作了亚颂的乐声来引导民众, 使歌声足以让人感到快乐而不至于放纵性情, 使乐章足以被人整理传承而不至于停措散事, 使曲调有婉转, 平直, 繁复, 简约的节奏变化, 足以感动人们向善的本性罢了, 不让放纵的思想和邪辟的习气接近, 这是古代圣王创立音乐体系的方法, 所以在宗庙祭祀的时候感受快乐, 君臣上下共同欣赏音乐, 没有人不平和宿静, 在家族乡里的活动中感受快乐, 长辈和晚辈共同欣赏音乐, 没有人不和善顺畅, 在自家房间里感受快乐, 父子兄弟共同欣赏音乐, 没有人不和睦亲爱, 所以音乐通过审定声响来确定和谐的音律, 比对乐器来修饰节奏, 调和节奏用来组成乐章, 使父子君臣之间和睦同心, 使天下万民百姓归负亲善, 这是古代圣王创立音乐体系的方法, 因此听雅颂的乐声, 志向义气就能得以弘扬, 拿着盾牌和斧头操袭抚养屈身的舞蹈动作, 表情姿态就能得以庄重, 行走在舞蹈的队伍中, 按照音乐的节奏, 自身的位置就得以专正, 进退的步伐也得以整齐, 所以音乐是天地万物齐整的标准, 中正人和的纲纪, 这就是人之常情不能缺少它的原因, 音乐是古代圣王用来修饰内心喜悦的, 军中的辅乐是古代圣王用来修饰内心愤怒的, 因此古代圣王的喜悦和愤怒都能得以齐整了, 喜悦就能使天下万民顺应他, 愤怒就能使暴乱之人畏惧他, 古代圣王运用礼乐引导民众的方法可以说是十分盛大了, 魏文侯问子夏说, 我穿着黑色的礼服, 带着华丽的勉冠, 听着古代的音乐, 只担心倒下大瞌睡, 听郑国和魏国的音乐就能忘记疲倦, 冒昧地请问, 古乐那样令人厌倦, 是为什么呢? 心乐这样令人着迷, 又是为什么呢? 子夏回答说, 现在说说古乐, 队伍进退一致, 曲调和谐纯正, 气势宽广, 弦袍升皇等四竹乐器都要随鼓声来演奏, 听到击鼓开始演奏, 听到明金停止舞蹈, 演奏项的时候调整队伍, 演奏哑的时候迅速前进, 君子于是平易谈论古代圣人的思想, 述说修养自身会及家族, 广世仁德平均天下知识, 这是古乐所要表达的内容, 现在说说心乐, 队伍进退不齐, 用言乱之气演奏奸邪之声, 沉溺在里面不能自拔, 加上排忧和侏儒, 像猴子一样不讲男女之别, 不知父子尊卑, 乐曲中了无法平易, 不能从中体会古代圣人的思想, 这是心乐所要表达的内容, 今天君上所询问的是音乐, 但是所写好的却是声音, 音乐和声音虽然相类似, 但是本质上并不相同, 文猴问, 冒昧的请问有什么不同, 紫夏回答说, 古时候天地运行和顺, 而四季更替事实, 民众道德高尚, 而五谷生长繁荣, 疾病不生, 也没有凶兆, 这就叫特别事实, 然后圣人创制了规定父子君臣关系的法度, 法度已经规定, 天下就特别安定, 天下特别安定, 然后再调整六律, 协和五声, 弹琴演唱诗中的诵, 这就叫有德之音, 有德之音才能叫音乐, 诗中说, 清静中调和有德之音, 道德之光能够普照天下, 辨明善恶, 惠人不倦, 能为人师, 能为人君, 在此大国为王, 能够和顺待人, 择善而从, 与文王相比, 他的道德毫不逊色, 已经享受帝王的福祉, 恩惠严吉子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君上所写好的, 大概是使人沉溺于其中的谜谜之音吧, 文侯说, 冒昧地请问, 使人沉溺其中的谜谜之音, 是怎样产生的呢? 紫夏回答说, 郑国的音乐喜好苟且, 而使人心意放荡, 宋国的音乐当于女色, 而使人意志消沉, 魏国的音乐急促多变, 而使人心烦意乱, 齐国的音乐高傲孤僻, 而使人至交易满, 这四种音乐放纵声色而损害道德, 因此祭祀时不予采用。 诗中说, 肃母雍容和谐之声, 先人祖宗喜欢聆听肃母的声音, 表现恭敬之意, 雍容的声音, 表现和谐之意。 既恭敬又和谐, 还有什么是不能呈行的呢? 做君主的人, 只要谨慎对待自己喜好和厌恶之事就可以了, 君主喜好的事情, 那么大臣就会去办理, 上级实行的事情, 那么民众就会跟着做。 诗中说诱导民众十分容易,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圣人制作了陶, 骨, 腔, 结, 勋, 池这六种乐器, 是属于德音以类的音声。 然后演奏中, 庆, 鱼, 色来附和, 拿着盾牌, 斧头, 牛尾, 羽毛来跳舞。 这种音乐被用来祭祀先王宗庙, 用于祭祀之后款待宾客, 用来向后世表示有尊卑掌幼的次序。 同中声音铿锵有力, 铿锵有力就用来创建号令, 号令用来树立威信, 威信用来显示武力。 君子听到钟声就会响到勇武的大臣, 实庆声音清脆有力, 清脆有力就用来确立等级, 等级能让持守礼节者舍声取义。 君子听到庆声就会响到誓死守卫边疆的大臣。 私贤声音哀晚悠扬, 哀晚悠扬就用来树立廉政之气, 廉政之气用来确立志向。 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响到至存高远而持守道义的大臣。 主管声音浮泛绵长, 浮泛绵长就用来确立荣会之声, 荣会用来聚和民众。 君子听到余声消管之声音就会响到能够处养聚集百姓的大臣。 君鼓声音欢快热烈, 欢快热烈就用来调动士气, 调动士气用来鼓动不中进取。 君子听到鼓声就会响到做将帅的大臣。 君子听音乐并不是听铿锵的声音, 而是音乐所表达的情感与自己的心智相和。 宾某甲在孔子身边陪坐, 孔子和他谈话, 谈到音乐。 问, 武乐击鼓表示警戒, 时间那么长, 为什么呢? 宾某甲回答说, 那是武王担心不能得人心而迟迟不发兵。 孔子又问, 舞蹈开始前, 反复勇叹, 慢声长吟, 为什么呢? 宾某甲回答说, 那是将士们害怕事情不能成功。 孔子又问, 舞蹈开始时, 就意气风发, 气势威猛。 为什么呢? 宾某甲回答说, 到开战的时候了。 孔子又问, 武中的坐姿是右膝着地, 左膝旋起, 为什么呢? 宾某甲回答说, 那不是武中原有的坐姿。 孔子又问, 歌声连绵不绝, 偏向伤音, 为什么呢? 宾某甲回答说, 那不是武中原有的曲调。 孔子问, 如果不是武中的曲调, 那是什么呢? 宾某甲回答说, 主管音乐的人使这段乐章失传了。 如果不是主管音乐的人失传, 那么就是武王的意志衰退了。 孔子说, 我只听长虹这样说过, 他的话也像先生说的这样, 宾某甲站起来。 离开坐席请教说, 武乐击鼓警戒群众很长时间, 那么已经知道命令了。 冒昧地询问一下, 演员迟缓地站在那里又是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呢? 孔子说, 请坐, 我告诉你, 音乐是表现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 拿着盾牌, 像山一样一里不动, 象征着武王等待各路诸侯的事情, 迅猛地仰手顿足, 象征着太公勇往直前的意志。 武接近尾声时全员坐下, 象征着周公和赵公治理国家归于安定。 武乐开始表演时, 演员从北边出场, 第二次出场就象征着灭亡商朝, 第三次出场则象征着南面称王, 第四次出场象征着江南国滑入自己的疆域, 第五次出场象征着分散而至, 周公治理陕以东, 赵公治理陕以西, 第六次出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用来表示尊崇天子, 扮演武王和将领的演员站立在武者两侧, 手中摇动夺灵四面出击, 象征着在中原振奋武威, 加武者分进出击, 象征战事早些成功。 长久地站在原地不动, 象征着武王等待诸侯到来, 况且你唯独没有听说过木叶之战的传说吗? 武王打败昼王抵达商都, 还没等下车, 就封皇帝的后代渔记, 封帝瑶的后代渔柱, 封帝顺的后代渔臣, 下车以后封夏朝帝王的后代渔起, 封烟商帝王的后代渔宋, 给王子笔干的坟墓陪土, 释放被囚禁的姬子, 让他主持祭祀商榮的典礼并恢复他的职位。 平民百姓缓起了暴政带来的负担, 普通世人增加了一倍的俸禄, 渡过黄河西行, 马散放在华山之南不再驾城, 牛散放到桃林之夜不再驱使, 战车铠甲套起来藏到国库里不再使用, 把兵器放倒, 用虎皮包起来, 带兵的将帅封他们成为诸侯, 称之为卸甲藏兵, 然后天下人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 解散的军中战士在郊外学习舍礼, 在东郊举行舍礼时演奏礼首, 在西郊举行舍礼时演奏邹鱼, 贯穿皮革铠甲的镜射不再提倡了, 身穿礼服, 头戴免冠, 腰带上插着护板, 像猛虎一样的勇士都放下了刀剑, 在明堂举行祭祀, 使民众懂得孝道, 搬行朝拜之礼, 然后使诸侯懂得做臣子的方式, 天子亲耕吉田, 然后诸侯就会懂得恭敬的方式, 这五个方面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 太学供养三老五耕, 天子脱去上衣宰割牛羊, 拿着肉酱款待宾客, 拿着童爵少量饮酒, 带着免官拿着盾牌舞蹈, 这是用来教导诸侯有爱兄弟, 像这样, 周朝的教化达于四方, 礼乐制度就相辅相成了, 那么武乐刚开始的时候迟缓长久, 不也是很适宜的吗? 子宫拜见诗依并向他请教, 说, 我听说唱歌各有各的风格, 像我这样的适合唱什么歌, 诗依说, 我一个低贱的乐工, 怎么配得上你来问适合唱什么歌呢? 请允许我谈谈我所听到的, 然后先生自己拿主意, 宽厚文静, 柔和正直的人适合唱颂, 广大文静, 获达诚实的人适合唱大雅, 恭敬克制, 喜好礼节的人适合唱小雅, 正派直率, 清廉谦让的人适合唱国风, 开朗直率, 慈祥有爱的人适合唱商, 温和善良, 敢于决断的人适合唱齐, 歌唱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并彰显美德, 自己内心感动而天地就会呼应, 四季就会附和, 星辰就会理顺, 万物就会化育, 所以, 商是五帝时代遗留下来的乐生, 商朝的乐师将其记录下来, 所以称之为商, 其是夏, 商, 周三代遗留下来的乐生, 齐国的乐师将其记录下来, 所以称之为齐, 明白商乐歌词的内容, 遇事就能很快决断, 明白齐乐歌词的内容, 建立能及时退让, 遇事很快决断, 就是勇敢, 建立及时退让, 是道义, 有勇有义, 不通过歌曲, 还有什么能保存这种美德呢? 所以歌唱, 高声如同抗拒, 低声如同坠落, 满转如同曲折, 终止如同枯木, 平直的歌声和呼举止, 转折的歌声和呼弯钩, 烟结连贯就像穿起来的珍珠, 所以歌唱作为语言, 就是绵长的语言, 高兴了, 所以要说出来, 语言表达不充分, 所以要绵延不绝地说出来, 绵长的语言表达不充分, 所以要须皆感叹, 须皆感叹表达不充分, 所以就不知不觉地, 手舞足蹈起来了, 这就是子贡问乐的故事, 大凡音乐都是从人的内心产生的, 天和人有相通的地方, 就像影子和形体相随, 回响和声音相应, 因此做善事的人, 上天就以幸福回报他, 做坏事的人, 上天就将灾祸奸给他,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地顺弹奏五弦琴, 歌唱南风诗篇, 天下就安定太平, 商咒根据都城昭歌北方偏远地区的音乐创作歌曲, 结果身死国王, 地顺的治国之道有什么宏大之处, 商咒的治国之道有什么狭隘之处, 南风的诗篇是象征生长的音乐, 地顺喜好他, 愿意顺应天地之意, 得到天下万国的欢心, 所以天下安定太平, 昭歌的音乐是不顺时令的歌曲, 北就是败, 偏远意味着粗陋, 商咒喜好他, 与天下万国不同心, 诸侯不来归附, 百姓不相亲近, 天下人都背叛他, 所以落得身死国王的下场, 魏灵公在位的时候, 将要到晋国去, 来到浦水边的一个上等旅馆住下来, 半夜的时候听到弹琴的声音, 询问左右随从, 都回答说没听见, 于是召见诗娟说, 我听到弹琴的声音, 问左右随从, 都说没听见, 那样子就像鬼神在演奏, 帮我听听并把曲子记下来, 诗娟说, 是, 于是他就正襟危坐, 两手操琴, 一边听一边记曲子, 第二天, 他说, 我得到这首曲子了, 但是还没有练习, 请允许我练习一宿, 林公说, 可以, 于是就又住了一宿, 第二天, 诗娟回报说, 练好了, 于是他们就离开浦水, 抵达靖国, 会见了靖平公, 平公在诗会台, 设酒席款待, 酒正酣时, 魏林公说, 今天来的时候, 听到一首新曲子, 请允许我们演奏它, 靖平公说, 可以就让诗娟坐在诗矿身旁, 操琴弹奏那首曲子, 还没弹完, 诗矿就按住琴弦制止诗娟说, 这是亡国之声, 不能再弹下去了, 靖平公问, 这话从何说起, 诗矿说, 这是诗言创作的曲子, 当年给咒王演奏秘密之音, 五王伐咒之后, 诗言向东逃跑, 自己投进浦水之中, 所以一定是在浦水边上, 听到这声音, 先听到这声音的国家实力, 就会削弱靖平公说, 我洗好的只是音乐本身, 希望能继续弹下去, 这样诗娟才把它演奏完毕, 靖平公问, 没有比这首曲子更悲伤的吗? 诗矿说, 有靖平公问, 可以弹出来让我听吗? 诗矿说, 君上的德性和道义浅薄, 不能听这种曲子, 靖平公说, 我所洗好的只是音乐本身, 想要听一听, 诗矿不得已, 拿起琴演奏这首曲子, 弹奏第一遍, 有黑鹤十六支落到回廊的门前, 弹奏第二遍, 黑鹤伸长脖子鸣叫, 舒展翅膀起舞, 靖平公大喜, 站起身来给诗矿敬酒, 返回座位后, 又问道, 音乐没有比这首曲子更悲伤的吗? 诗矿说, 有, 是从前皇帝用来大规模和记鬼神的曲子, 现在君上德性和道义浅薄, 不配听这种音乐, 听了国家就会衰败, 靖平公说, 我年纪大了, 所写好的只是音乐本身, 希望完整地听一听, 诗矿不得已, 拿起琴弹奏这首曲子, 弹奏第一遍, 有白云从西北方向引起, 弹奏第二遍, 大风刮来并有雨水随着降下, 大风掀飞了回蓝屋顶的瓦片, 左右宾客都奔走逃命, 靖平公感到恐惧, 他在蓝屋中间, 此后靖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 一连三年寸草不生, 听音乐的人有疾有凶, 音乐不可以随便演奏, 太史公说, 上古时代盛明帝王中创作音乐的, 不是要使内心欢愉, 使自己快乐, 心意畅快放纵欲望, 而是想要用音乐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 正统的教化都从音乐开始, 音乐正统, 听音乐的人行为就正派, 因此音乐是用来振动和激荡血脉, 沟通和交流精神并调和与端正人心的, 所以功声振动脾脏并调和端正圣心, 伤声振动肺脏并调和端正道义, 脚声振动肝脏并调和端正人德, 征声振动心脏并调和端正礼节, 语声振动肾脏并调和端正智慧, 因此音乐是用来对内辅助端正心意, 对外区别尊卑贵贱的, 对上可以侍奉宗庙鬼神, 对下可以感化黎民百姓, 琴身的长度为八尺一寸, 是正规的尺寸, 弦粗大的是公升, 居于琴的中央, 象征着君主, 商贤章设在右旁附近, 其余的贤按大小次序排列, 不超越各自的次序, 那么君臣的位置就都端正了, 所以听公调的音乐, 使人感到温和舒畅, 胸襟广大, 听商调的音乐, 使人变得端庄正直, 喜好道义, 听脚调的音乐, 使人学会怜悯和慈爱他人, 听争调的音乐, 使人愿意行善并喜欢施舍, 听语调的音乐, 使人形貌整齐并崇尚礼节, 礼仪从外部影响人们, 音乐从内心产生影响, 因此君子不能片刻离开礼仪, 片刻离开礼仪, 那么强暴傲慢的行为, 就完全暴露在外了, 不能片刻离开音乐, 离开音乐片刻, 那么奸诈邪辟的行为, 就完全侵蚀内心了, 所以乐曲和音律, 君子用来培养道义, 古时候, 天子和诸侯听忠庆之音, 不曾离开庭院, 清大夫听琴瑟之音, 不曾离开堂前, 用这种方式, 形成符合道义的行为习惯, 而防止放纵意乐, 放纵意乐产生于缺乏礼仪的前提下, 所以圣王让人们的耳朵, 聆听哑颂的音乐, 眼睛观看威严的礼仪, 双脚走路表现出恭敬的姿态, 嘴里讲着仁义的道理, 因此君子整天讲话, 邪辟也就不能趁虚而入。